由于现在环境和个人习惯到影响,导致患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。 糖尿病是一种非常麻烦和棘手的疾病,很多人得了这种疾病都十分的烦恼,除了要在饮食上要注意之外,还要长期坚持吃药。 但是有信心的人就会发现有些人用的是一口素药,有些人却用的是酱糖药,这是为什么呢? 明明糖尿病是因为体内的血糖太多了,不应该只是用酱糖药吗?怎么还用胰岛素呢? 这对于外糖的人来说,真的需要好好解释一下了,糖尿病分为两种类型,分为一型和二型,这却是两种不一样的糖尿病。 所以从这两种病情来看,有些人应该吃胰岛素,有些人却应该吃酱糖药,这两种药物的激励作用也是不一样的。 胰岛素就是人体中用来降低血糖的一种激素,是人体的胰岛细胞受到刺激后分泌的一种蛋白质激素。 而酱糖药却是一种八种物质组成起来的药物。 吃胰岛素就是为了使人体的新陈代谢氧款,促进人体内的组织细胞,对葡萄糖的吸收和利用。 吃的糖源合成,抑制糖在体内一生,从而到达降低血糖的作用。 酱糖药却是作用于胰岛素使得血糖降低,并且胰岛素对人体的伤害比较少。 然而吃酱糖药却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,因为酱糖药需要通过肝脏进行吸收和利用。 长期服用酱糖药的话,就会对肝脏造成一定的伤害。 所以肝脏功能不好的人是不建议不用酱糖药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